猜数字游戏 猜数字游戏的话 当然它有几种猜这个写的方法 那我这边基本上是1到20 数次 因为至少那个号码不会太大 如果太大真的太难猜了 1到100 那你就猜的范围又很大 那等下猜非常非常久才能够猜出最后的结果 OK 那另外的话当然 你也不能让它无限制的猜 就后面有个版本 因为目前第1个版本是 它一定是猜到对为止 可是如果今天我比较严格一点 只能猜3次 3次才猜不对的话 那你就不能猜了 很抱歉 然后最后可能我会跟你讲答案是什么 OK 那当然猜越少表示说你 基本上是 这个运气越好 因为这个好像也很难刚刚好 就是说一定 因为你这个还 因为你猜来猜 可能还是要猜到第4次 这我刚好猜4次才猜出来 有没有 所以如果呢 猜个3次就 对的话 那表示运气 其实还蛮不错的 假设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写这样的一个程式 第一个的话呢 可能我们会需要一个乱数 所以乱数的话呢 因为在那个Python里面 它有一个模组 一个模组叫random 这个random的模组里面的话 有一个方法叫做random range random range的话就是 帮我在数字里面帮我随机挑一个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程式的话 基本上 首先我这边来看一下 OK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来看 这个 如果你假设希望 产生一个乱数的话呢 那第一个请你在这个程式里面 加上一个叫random range 对 上面打一个input input的话 等于是汇入的意思 那后面的话random是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的话 它已经在 我们的Python的韩式库里面 只是说把它叫进来 已经有了 OK 为什么把它叫进来用 然后呢 它里面的话呢 也有一个方法 叫做random range OK 那顾名思义 这个random range 其实看起来呢 跟那个 做回圈后面有一个叫range 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前面多了一个random range 那实际上 你可以说 如果你今天是要产生1到20的 之间随机抽一个数字的话 那很简单 1代表你要的初始值 那如果20的话呢 因为range的关系啊 所以取到它这个20的下一个就停下来的数字 所以这边的话请你给它一个叫21的一个数字 那表示说呢 我要取的一个乱数值 就是1到20之间 你随便帮我抓一个数字 OK 那抓回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前面有个变数 就叫做rnd好了 这个乱数名称的话 我给它一个 这个变数名称 就rnd 放进来 所以刚刚是11嘛 所以11的一个 这个整数呢 就会被放到rnd里面 OK 所以rnd里面就是一个整数 OK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当然 如果我接接下来 希望让它猜的话 所以第一个叙数是说 你猜猜看吧 那怎么 后面的话当然 我们要这个input 后面的话呢 就是 跟他讲说 请你在1到20之间猜个数字 那一样 这个input里面的话呢 你输入之后呢 它会是一个文字 所以一定要转型 这边我用int去转 OK 所以他输入可能 我原来第一次输入10 那10的话呢 一样是10的整数 10的文字 OK 那经过int之后的话 那就会变成10 那存到g这个变数 OK 那就把10放在这个g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 当然 我要让他不断去猜 所以第一种写法的话 当然就是 无穷回圈 先去猜 那猜的话当然 后面的话当然 你如果什么情况下 会进到回圈里面呢 当然一定是猜错嘛 OK 所以啊 可是他如果相等的话 g等于rnd的话 那表示猜对 那猜对的话 就离开了 离开的话呢 就print 恭喜你猜对了 所以理论上 如果是这样写的话 就是这边有个逻辑判断 然后呢 等于是底下这边 其实就是一个 答对的 所以底下可以print 先print 什么 print 恭喜 如果他假如是这个逻辑 为 vouse的话 那就答对了 因为他等于是猜对了 OK 那假如说呢 他不对的话 那就让他怎么样 去猜嘛 那猜可能有两种结果 一个是比要猜的数字高 另外一个是比猜的数字低嘛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逻辑判 所以里面的话 我们再加一个逻辑叙述 如果 OK 两种情况嘛 要不就是说你那个g 它是小于rnd的话 那我就提示 跟他讲说 你这个数字太低了 有没有 太低了你高一点 太低高一点的话 那表示说如果刚刚 输入是 输入指甲 这个我比较小 输入9好了 那答案是11的话 那当然要让他往上 所以呢 另外else的话是反之 那当然就相反的 那跟他讲说 太高了要低一点 OK 那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底下 因为要让使用者再输入一次 这个 拆的内容 所以这里的话你会发现 这个底下 你还是要再把这一行 复制到底下 请再拆一次 OK 那一样啦 不管是太高或太低 你都要重新再拆拆看 OK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要让一下 基本上这样的层次就写完了 所以 主要的重点 第一个 产生一个乱数 那这个跟前面 我们这个前面没讲过了 所以这可能要上面记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这个 这个input 这个前面有讲过 输入嘛 输入之后判断 那前提特别注意 画回圈后面呢 一定是要让他猜的状况 他猜对 他猜错了 猜对了就离开了 OK 那猜错的话呢 可能有两种状况 一个是太高 一个太低 应该没有了 OK 所以就把他二分逻辑 那接下来当然陈氏就可以乱了 OK 大家乱乱看 我老跟各位讲 这个画回圈真的蛮容易做错的 对 这样看好像 其实陈氏没几行 但是要自己写出来 应该是一件 不太容易的事情 因为呢 画回圈值跟人老的那个 相容性好像比较差 因为人老比较不会有这种 画回圈的 这样的一个什么 一个结构吧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再习惯他一下 那我们跑一下 基本上一样的 刚刚类似的方式执行一下 那如果没有错的话 理论上他会先产生一个 先在这边input停下来 然后呢 我们就猜个数字 一样猜一个10好了 Enter一下 这个数字会太低高一点 所以一样 所以这个应该再猜的话 所以理论上呢 这个RND数字应该就11 到20之间 所以跳到这边 有没有他这个小于他的一个逻辑 所以他又到这边又继续猜 那当然猜的话 猜15好了 OK 好 太低了 所以这次应该再往上一点 剩下16到20 16到20 所以这次猜个 18 OK Enter 太低 29到20 20 太高 29 所以我猜了5次才答对 这样好像显然有点乱枪打脸的味道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这一题 的一个相关的逻辑 另外一个的话 其实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的程式 有三行是一样的 就是G等于INPUT 然后INPUT的这个后面 所以我后面有写一个精简版 那个是让他 不要一直重复 输入这个动作 所以我把它改良一下 所以后面有个版本 是改良版 那个改良版是我未来比较常写的方式 OK 那个方式主要解决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要不断出现这个一直输入一直输入的这一行叙述 那我就在想说 有什么方式可以不要让他一直不断出现 我只要怎么样 我只要 让他 先输入再判断就好了嘛 可是问题要怎么样可以让他输入再判断 那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一段程式码应该你们讲义也有吧 或者你们可以参考云端上面的第20页 这地方 OK 这地方 待会我会改良 所以底下有个精简版 也就是只会有一个INPUT 对一个写法 量的 我建议下面这个方法我比较习惯 再来第2个 地方就是说 我刚刚输了5次才成功 所以 等于拆太多了 那我假设希望改良的版本 只能拆3次 拆了第3次你还没中的话呢 很抱歉不能再拆了 我直接告诉你答案 OK那表示你这一局就不成功了 失败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样 限制他拆的数字 这样比较有趣一点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假设这个程式可以自己打一遍的话 那当然是更好 因为主要是第1个 先产生乱数 所以前两行产生乱数 第3行是输入 让使用者输入 输入之后再做判断 那判断的话呢 当然前提是当他 这个 没有猜对 就是他猜的 跟乱数是不相等 所以这边记得不等于的话是金探号等于 是不等于 OK不等于 那如果等于的话是两个等于 等于等于两个相等 OK 那 所以底下会 做两种的 情况一个是 小于 就是居留小于 RND的话 那就这样跟他讲太低高一点 那反之的话呢就是太高 就太高了再低一点 OK 那所以如果相等的话 这个条件如果 为True 这个为True的时候就猜 而为False的话就猜对了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